每当有人在嘲笑原神流水不行的时候,我只想问,到底是谁那么有钱? 用648在游戏里换50仇,成年人工作几年零存款,家庭孩子开销巨大,学生党父母一个月就给几百,课金啊,都快课命了,每天都生活在焦虑之中。 玩玩游戏啊,只为了缓解心情,哪有心思往游戏里课金呢? 王者流水居高不下,那是因为他的游戏玩家积数大,皮肤均塌下来也没多贵,大不了呢,少喝两杯奶茶咖啡,少吃点零食咬咬牙还买得起。 而且那晚上是一劳永逸,不像是命座,在没满之前,每一层都能给你带来提升。 而原神的他可不一样,648只有50仇,而大王底却是180仇,大家不要被网上那些人给嬉闹。 人均资产过千万,有车有房没负担,天天胡吃海灾,现实是累死累活五六千,别说买衣服了,好吃的都不敢买呀,就这都攒不下钱。 你确定还有人玩原神王力王客648?再有就是比如我吧,曾经的648专业户,已经许久不带课金了,并不是我对原神无碍的, 只是我现在没有强度焦虑了,整整四年多的时间已经是全面毕业了,展现的资源足够我看XPVI重编了。 那你说我为啥还要课金呢?只能说原神还是太过良心,即便零课,只需要一点时间沉淀,也能够轻松拿进游戏内的终极挑战。 所以每当我们嘲笑原神不行了,过气了,你还有自作孽不可活的时候,不妨回头想想,玩原神真的需要课金吗? 而你的兜里真的有精可课吗?现在游戏行业整体就是这么个陷阱,你的不是课难家,而是玩家的体力。 技术越大,即便是六元手冲也能创造奇迹,技术小,即便是六四八也无法立万光安,二游注定不可能打变猫吧,吃鸡休闲派对游戏。 不妨想想啊,如何让课金变得更加平民化,如何用原神吸引更多萌心玩家入坑,而不是单从角色设计和强度上下攻后,事实证明有效,但不完全有效。 所以每次新卡池一开,都会有人拿卡池流水说事儿,流水真的能说明一线吗?我觉得并不能,不知道你怎么看呢? 观众老李不迷路,我们下期再见,拜拜!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